月流来势汹汹 今年更加夹杂 柯偶情况出现 病症如何分辨 保暖内衣越贵越不保暖 不过越洗又越暖 究竟如何选 冬季限定 热热热煲仔菜应试 我鸭羊如何成为煲仔菜美食 马上东张西望 欢迎收看东张西望 最近天气忽冷忽热 还踏入流感高峰期 很多人都病了 医管局的最新数字显示 昨天有6000多人 到公立医院的急症室求诊 较前天急性了1000人 公立医院的病床迫爆 最严重的就是联合医院 病房的占用率达到135% 大家真的要小心身体 而对小朋友较大杀伤力的 就是月盈流感 最近有一名三岁的女童 在读幼稚园 因为感染到月盈流感 并发老病变, 不幸离世 不少人以为 甲型流感才会杀人于无形 但其实月盈流感 一样不可忽视 近日月盈流感 不单在石杰尾一间小学试药 整以18个学生受感染 在昨天更加奪去了 一名三岁女童的性命 是今年第一宗 儿童感染流感死亡的个案 去星期日生了很多人戴口罩 但我们接过时 我认为奇怪 为何我们有这么多人戴口罩 原来 病菌真是无处不在 其实真是要自己注重 自己的卫生和抵抗力 收到这个信息 其实全院的同事相当难过 因为小朋友本身 是一个很精灵很乖的小朋友 我认为校方也要启动危机处理 随即亦给家庭的自尉慰问和探望 据了解 离世的三岁女童 过往身体挺健康 但在1月5日开始 与幼稚园请假 出现发烧、喉咙痛和咳嗽症症 第二天更加没有反应和皮肤发指 之后证实感染月盈流感 并发老病变 最终在昨天不幸离世 这个个案应该有脑病变的出现 那个病毒是走进身体里面 直接影响其他器官 包括脑的地方 人就没有什么反应 而且因为它进入了血里面 所以血液的流通也不太好 所以手脚出现了纸、蓝的情况 但是究竟月盈流感 与普通感冒有没有分别 家长是否真的可以早一步 留意到小朋友的病征 其实家长最重要要留意 如果小朋友有伤风感冒的症状 最重要要看她的反应是怎样 如果有说有答就不用怕 但如果她的反应不太正常 看到她的手手脚脚都比较冰冷 或者她的面色不太好 就快去看医生 今年这个月盈流感 就特别多一些腸道的问题 小孩子很多时候没有流鼻水 咳嗽的情况 但已经有嘔吐、吐、肚子痛 要特别留意看会不会是抢到的问题 还是流感 不过说到底 预防怎么都是胜于治疗 事后幼稚园 到加强院内的清洁工作 只要是玩具一朝都会清洁三次 如果发生了这件事 相对在我们清洁的工夫上 我们会做得更多一些 例如清洁剂的浓度 最初的标准性是1比99 现时我们就会用1比49去处理 我会加强预防自己 勤势洗手等 不舒服就尽量不上学 最有效的预防方法 就是注射流感疫苗 今年的流感疫苗 其实有帮助 注射了之后 真的会减低流感的出现 我们的流感疫苗 在六个月以上的小朋友 已经可以接受了 流感示弱 我们要保持身体健康 当然要做运动 今天Patrick先生 我驾车的时候 就看到一个挺奇怪的保健方法 看到几位大妈一边走一边就拍手掌 不过就是到后走 我真是怕他们会跌倒 这样做运动保健法行不行? 阿廉,你真是 你有所不知 这些最新派的保健方法 虽然动作比较奇怪 也未必不合理 跟我们买东西一样 就算买便宜的东西 也有机会收到一些好东西 很冷,你怎么保暖的? 穿多件衣服 你会选穿什么衣服? 保暖内衣 牌子比我信心,我还没穿 你现在穿保暖内衣的保暖内衣? 也要二百多元 你现在穿那件二百多元保暖内衣 保暖吗? 还可以,我现在都在出汗 冬冰冰,每个人都打算穿保暖内衣 就走天涯 不过越贵,是不是就越保暖呢? 新世代的保暖内衣之所以保暖 全因为它的人造纤维 可以比较传统羊毛、棉花等天然纤维 虽然又轻又薄,但就可以挡住外间的冷空气 将人体发出的热能锁住,那就保暖了 不过坊间的保暖内衣临临临总总 价钱有便宜有贵 它们的保暖效能又是怎样呢? 昨天宵委会就开了几招公布有关结果 这次我们测试了20款的保暖内衣 里面有15款就是我们日常穿的 另外有5款就是运动或者户外使用的保暖内衣 这次的测试结果可以说是很悬殊 因为如果是一般穿的保暖内衣 它们的保暖值可以相差一倍 如果是运动穿的保暖内衣 可以相差两倍 萧委会的测试发现 最便宜那款99元的蓝装内衣 比最贵559元的运动内衣 保暖程度高出一倍 证明平衣不代表没有好东西 因为它用了最丙稀称的人造纤维 性能似阳墓 成分越多,密度越高,相对就保暖一点 不过,贵一点又不代表不保暖 因为它是一件运动型的保暖内衣 它的成分和一般只是保暖用的内衣不同 其实不可以只是看保暖值 因为有些内衣设计的时候 可能是户外,就是给户外用 它除了保暖,它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吸湿排汗 可以将你做运动时出的汗 很快地吸湿排走 舒适度也会提高 也有些内衣可能加了一些 比如反射涂层 可能在你做运动的时候 保暖的能力才会提高 这次测试,还有另一项新发现 有些人错误的概念 是否洗完后会比较差 不是,因为我们发现 亦有不少样本 洗完后,因为纤维要松了一点 它的保暖值可以更加高 布料逢松了 令纤维保存更多暖空气 这就有效阻隔热量流失 不过市民买的时候 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保暖奈衣呢 最重要是适合自己的 在尺寸方面,不要选太紧 也不要太松,不然就不保暖 如果你很怕冰 就选择厚一点,保暖能力高一点 如果你本身天气干燥的时候 皮肤很痕的话 穿的全部是人造纤维 你就会觉得很痕,很不舒服 反而要加些天然纤维 例如加了棉质 穿起来就会舒服很多 如果想保暖内衣耐着 洗的时候,最好先进入洗衣袋 水温不要超过40度 自然风干就最好了 大家真的要注意保暖 因为现在气温真的很难预测 像今天这样 白天有20度 但到晚上只剩十几度 气温相当大,反差 但其实下星期他们说创新低 去到6度 其实不止气温 今天环保署也公布 香港的空气质数 2017的数据 就说抽氧含量创了18年来的新高 空气质数又差了 据说跟日照时间上升也有关 但有一件事 永远是创完新高再创新高的 就是楼价 楼市升到没停手 但仍然有人说 有买贵,没有买错 28岁的Mike 就打算将楼价案在市区买多一层 我希望在九龙区 一些大型屋苑 有会所、设施 他目标楼价锁定在700万以下 这日他就来到早前 出现新地王的长沙环附近 一个大型屋苑看楼 这个高层两房单位 面积412尺 景观以远流景为主,都相当开阳 厨房是原装设计 厕所是基本黑厕 乔家是市价680万 到处看,都觉得 现在香港楼价很贵 有些去到新界很远 都要差不多这样的价钱 所以近市区会比较好 都接近半年时间了 楼价每天升 为了贴士,Mark不停看楼 这次来到这一区 发觉同区二手盘 平均赤价都要15000至23000元 部分是超过自己的预算 接下来加息,自己能否供得起呢 辣椒之下多买一层楼 自己压外要多付多少钱呢 忽然这么多问题 哪里可以马上找到答案呢 原来可以靠手机应用程式 我们发现超过半数客户找楼 第一个接触面 都会来自我们的网站 反映新一代的香港人 找楼的取向和以前不同了 他们喜欢上网搜集资料 然后区区都会看看 透过手机和网上 可以直播的应用程式 Mike可以较方便得到 他想要的资料 程式背后有一个知识库作为后盾 还可以查询按揭 税务、法律等等的问题 服务推出了这么久 客人查询得最多的问题是什么呢 查询二手买卖是占最多的 大概有超过半数 其次就是租楼 新盘也大概有三成左右 资讯流通的确有助掌握市况 不过要预测楼市 避免摩顶入市 就要考虑自己的眼光了 冬季限定, 热热热煲仔菜应市 泥户油压煲怎样令全场爆满 羊腩煲要估法相当 究竟搞什么东东 还有先声夺人鹅腊煲 等会奉上止喝煲仔菜 Patrick Sir 我们回到东张西网 今天我们看到一个很有趣的数据 就是2016年 香港女士嫁给内地男士的人数 比25年前升了四倍 所以不止经济 现在情长也全球化 尤其是香港是一个 包容多元文化的地方 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 最重要的沟通更多 只要对的话 跟什么人结婚也没问题 还有现在大家的接受能力 都高了很多 你想想这么保守的英国皇室 也接受哈利王子的另一半 是黑白混血儿 兼离过分的美国人 要推动全球化 我们香港的美食 一定是一个很重要的推动力 又到星期二固定环节 介绍香港好玩、好吃 好看、好卖、好地方 今次好吃的煲仔菜 红红烈火烧到一尺高 莫气劲度切放衣毛 再炒几元,放入瓦煲 这几下咳嗽声 听起来觉得球好像有生命感 懂得心跳 冬日最热 人气最高的煲仔菜 我称王 是,慢慢锁都不行 好像有波打似的 冬天做不是煲仔菜 更加不能停 热厨房有双摩打手 楼面有双闪电脚 老板要趁烤煲辛�ę热辣 送到客人的嘴上 麻辣,遮挽雞 多叉泥,出雙手 茄子煲,釜头、雞煲 这里一晚起码二、三、八就了 那个店是不是相当劈了? 七成 七成台人也得了 冬天特別多人吃 我这盤要rag 근데是要两个月 起码� Coffee 一天不斷煮好得很厲害 一入夜, 半露天的牌檔擠滿顧客 煲仔菜的火熱 將黑夜的寒冷盡情殲滅 你懂得煲仔菜怎麼樣? 很溫暖 你看我穿短袖, 知道什麼事 因為煮出來的時候夠熱 冬季限定有麗芋油鴨煲 芋頭一咬鬆化, 油鴨淡淡鹹香 用汁拌飯吃 KO兩碗絕對沒問題 對, 油鴨煲兩個主角都在 首先問, 怎樣選擇芋頭 芋頭要重一點 重一點就要粉 如果輕一點, 山水就不好吃 油鴨要怎樣選擇 我們通常選江蒙和南江的油鴨 天然全生, 沒加化學東西 調味兩種很重要 是花奶和椰漿, 花奶滑一點 加上椰漿, 芋頭上了椰漿味 強哥, 你用什麼腦? 用火水腦 為何用火水腦, 不用煤氣爐? 因為火會比較慢 火會比較慢, 煮一些食材 鑊味就比較好 用了多久? 用了五十多年了 很美味, 吃下去會比較好 很美味, 吃下去會比較冷 還有很多人要吃 我會吃到五十多年了 我會吃到五十多年了 將那一塊漿的食材 對, 我會吃到五十多年了 我只會吃到五十多年了 所以我會吃到五十多年了 你會吃到五十多年了 比夏天還沒那麼膩 冬季應試的, 又怎麼少得羊腩煲呢 你做, 他也做 不過這間就標榜古法加上冬 玩什麼懷舊冬冬? 古法的一定是用竹蔗、麻蹄 還有用冬筍、冬菇 你們古法的羊腩煲 跟坊家的羊腩煲的味道 最大的分別是哪裡呢? 他們多數用一些大甜味的蔬菜 譬如用蓮藕 蓮藕大塊一點, 可以冷氣一點 你知道是羊腩, 你知道是羊腩 我們仍然堅持用冬筍、冬菇 這兩樣東西 這就是正宗古法的方式 要拆解古法羊腩 當然要由主角說起 由一塊腥腥腥的生肉 到香噴噴的羊腩 中間要經過一重重的洗禮 要養的中間部分, 全羊腩的 兩幅, 只要只有兩幅 很矜貴? 對, 可以矜貴 有些人用脊骨和尾部的火結 因為太貴, 所以要塗下去 這樣燒毛了 要燒多久? 很快, 燒到毛全都可以了 好, 燒到毛全都可以了 我經常聽到… 有事, 你們想像牛小腩 南乳和柱侯醬必備 不過要惹味, 就要出洞秘荷 雙冬, 有冬筍, 有薑 我看冬筍和薑好像處理過, 是嗎 要炸香 為什麼要加這個步驟呢 薑和冬筍炸到會比較香 不炸, 就有腥味的冬筍 接著要加什麼 加上油, 油分 炸的時候要飄出油分 讓羊餡才會作出油 竹蔗是天然的, 很多人都放蔗糖 砂糖等 竹蔗是天然的糖分, 提升香味 一條條黃金枝竹墊底 一塊塊入味的羊腩放中間 一瓶瓶湯汁淋面 真是羊腩滾滾, 神仙也二聞 富裕淹淹淹, 腥味馬上減 羊腩煲很滋補 不過最近有個鍋, 要搶他的鍋 我看你一來, 你就先吃薯仔 為什麼? 當然, 薯仔吸收了的醬汁 精華在那裡 覺得很新鮮, 完全沒吃過 你吃得出汗汗嗎? 很軟 你一舊, 我一舊 連小朋友都吃得沒停口 究竟是什麼鍋? 真的嗎? 你好過來了, 師傅馬上吃了 陳時克勤, 牠們的小朋友 我中間叫做午餐 空餐蕾飾 金牠, 火餐蕾飾 你還沒開罐子 你可能會開閉口 到底是不是有香蕾? 對, 因為還有很多香蕾 鵝鴨, 鵝鴨鴨的雞比較大 最少也要兩年鵝 很新一點, 比較硬一點 就有照顧 調味料很簡單, 只有兩三樣 不過一樣可以做出一大煮 放磨屎, 薑蔥蒜, 磨屎 爆香, 先爆香磨屎 放些磨屎, 再放藍魚 藍魚是搶火的 但用這兩種醬就夠了? 對, 還有麻醬 麻醬是醬汁黏著鵝, 掛到鵝 吃到醬味就香 老叔, 為何香港這麼少人做鵝臘煲 街市甚少有鵝臘賣, 要選擇 選擇不到, 有時候有些人不懂 這樣就變少人做 在冬冰冰冰的冬天 無論是一大群朋友或是一家人 為賣吃煲仔菜, 自行感覺 因為只要打開煲蓋 好吃暖耳, 一起來 大家覺得是否冬天一定要吃煲仔菜? 是… 為什麼? 暖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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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暖 吃在口, 暖在心 除了煲仔菜的火力外 最近網上有一個話題很火力 就是有關人們行山拍靚照照 事源就是有網民 日前在飛鵝山的自殺崖上 看到一個行山人士 整個身體懸空在懸崖邊 身上似乎沒有任何安全裝備 他好像靠另一個人在崖邊 用雙手捉緊他的右手 網民懷疑他們因為想拍張漂亮的照片 不惜以身犯險, 做出這麼危險的動作 大家真的千萬不要學 其實很多時候拍出一些畜位的照片 都是希望可以多點擊我們所謂的握力 但其實有些點擊率是不需要騙回來的 剛剛過去的2017年 各大樂壇頒獎禮圓滿結束 時至今日, 大家聽歌的模式都有所改變 不少人都喜歡在網上平台聽歌 所以歌曲在網上的點擊率 都一定程度反映樂迷的喜好 和歌曲受歡迎程度 YouTube平台統計了2017年 香港各大唱片公司的歌曲點擊率 首四位最高點擊率的唱片公司 就是這四間 當中聖夢娛樂更高舉榜首 發佈了70首音樂影片 總點擊率有4700萬 當中有不少歌曲的點擊率 都過百萬計 好像由胡鴻君主唱的劇集 《韓魔的主題曲》 到此一游 有290萬點擊率 至於谷子翹Hannah更加一人有兩首 過百萬點擊率的歌曲 分別是劇集《感受未央》主題曲 《一輩子守候》有330萬點擊率 歌曲《忘記我自己》 點擊率更加有450萬 截至今天還突破500萬 Hannah也很感激大家的支持 覺得很感謝一輩子守候這首歌 因為這首歌 令到開始多了很多人 會聽到我的聲音 有時好的歌曲 真的可以帶動大家 去觀賞一部劇集 好像當初我看《韓魔的》 都是因為聽到 胡鴻君主唱的《到此一游》而看 發覺這首歌和劇集真的非常合適 不知道接下來的頒獎禮 他會否獲得最受歡迎劇集歌曲獎? 頒獎禮星期日會舉行 但大家可以透過迫迫分 去投選你心水的藝人 我自己也會投票 我會投給女神高開令 他聽到肯定都倒閉了 想知結果就留意當晚的節目 今晚節目時間差不多, 再見 東區一個公園 有個百隻烏龜離奇失蹤 原來是和一名偷龜賊有關 他不僅在公園偷龜 還有驚人惡幸留意東張西莫 警察決定節目 嗯 公園 我們主要的 但 我們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